如果大家想看Elly的家居 看她自己YouTube的影片便會看到 多漂亮 真是神經病 下次去我家裡拍 要成一幕 今天我請了Elly艾莉和艾莉聊天 你好 艾莉 你好 我是艾莉 其實我和她在社交平台訪問了 聊天一段時間 今時今日做歌手很不簡單 除了要錄歌出歌 還要兼Youtuber角色 一個禮物現在出了兩條片 既然拍開片 大家約出來一起拍一條 她出了歌 首歌叫情緒勒索 所以今天她的題目很多都關於情緒勒索 你有沒有試過被人情緒勒索 或者你有沒有試過勒索別人 我想我很多時候有試過被人情緒勒索 因為我是一個很感性主導的動物 所以很容易被情緒勒索 我是感性主導了我某些決定的 是不適合做老闆或決策者的 你呢 我可以分為兩個階段 我以前小時候很容易就會情緒勒索別人 但那時候因為不知道甚麼是情緒勒索 是 做過甚麼 拍拖 你不想男生做那件事的時候 女生通常會說甚麼 分手 你不想他做不如我們分手吧 你這個死港女 是 是 到我現在大了慢慢認識多了這個世界的時候 我覺得是看東西很不同了 而現在去解決問題的方法就是會看多不同的一面 現在去處理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自己是成熟了 因為他讀書的時候他是排球隊的 是 女生學校打排球這件事 跟男生學校打籃球一樣的 總之很多異性會很喜歡看 去看 不懂排球也會看的 然後做護士也不用說了 做護士 空姐這些從來都有光環的職業 現在做明星做歌手 又是BlingBling 穿得漂亮一漂亮的 經常見人 會不會真的特別多人追 我可以說沒有 沒有人追 我不會因為做那件職業而多人追 因為我算是一個男生頭的人 那些男生都當作男生 沒有這回事的瘋狂線 這些從來只有女生拋出來這樣說 但其實身邊有很多男生 圍著你團團轉的那些說話 不是 被幾個人追過 但我大部份的男生都是我追 竟然是這樣 我不會覺得別人需要追我才在一起 我覺得如果兩個人是有感覺的話 是不需要追 你令我想之後的題目全改了 我很感興趣 我會否破壞了大家對我的想法 大家想說 如果大家想看Elly的家居 你看她自己的YouTube的影片 你就會看到 多麼漂亮 真是神經病 有八雪雪 要吃飲料 好 你有沒有試過有個女生 用這個分手來勒索你 令你一定要就飯 我沒有這些經歷 你很幸運 我有時候會覺得女生會享受這種狀態 我以前就是這些人 經常去勒索人 我以前是經常去勒索人 也是一個四個女 但我想我自從25歲之後就沒有再做這些 到那一刻你真的被勒索回頭 你就會知道原來真的不是太好 他對你做了什麼 例如我發脾氣 然後他就說不如分手吧 我們也不對 你只是陷阱報應 你會不會想占卜如之未來 我會 對呀 我也很相信人的一生 已經有個大概的浪寫了 未必是我想真的知道之後會怎樣 而是想有什麼可以避免到 不要走太多的冤枉路 我是不想知道的 可能我怕死吧 你突然告訴我 原來我只剩下兩個星期 剩下一個星期 那你想我怎樣 你是從來都沒有占卜過 你是完全 都是零 零 我是未聽那個人是零 而且我很相信這個世界真的會有平衡時空 其實我們現在做的所有事 包括我現在要不要喝這杯 都是影響下一秒所有的東西 然後我覺得如果我可以了解更多些將來的事 我會尋找一個好一點的方法 好一點的方向去繼續我的人生的路 這個其實也承接少少少你的占卜 就是如果你的另一半的家人不喜歡你 他們不斷用一些不好的方法 譬如言語或者濫暴力 打算迫使你不再和你的另一半在一起 那你會不會接受呢 不會接受 我覺得首要我要看回 那我另一半怎樣看呢 因為現在其實她在磨心位 她是我女朋友 我不是和她媽媽拍拖 因為我試過真的對方家人不喜歡 但我和那位男朋友是沒有問題的 相處是完全非常好 而且真的很開心 她不喜歡你甚麼 她就是覺得不喜歡 主觀地見到就真了 對 沒錯 正確 真的見到就真 然後當時還要… 那沒有彎轉 對 當時還要怎樣 她不只是見到你 說不喜歡你 她還要在我的臉書上留下 她說我是黑膚上 然後唱歌很難聽 不要再唱了 不要在獻世了 快點死 大家記住 多點關心家人的情緒健康 對 你便說如果你喜歡一個人 你會主動去追求 但如果面對感情有問題 你會不會做開口說那個 會 會 每一次都是我 每一次都是你 應該這樣說 如果我真的覺得那樣子解決不了 或者大家的關係已經去到一個頂點的時候 我是不介意做壞人 因為我覺得繼續下去對大家都沒有好處 而且你會不斷磨蝕大家之間的感情 那你呢 糟了 越傾了 我覺得她身體裡是男人 身體裡是女人 我是會不開聲的 不是 我覺得很多男士都會不開聲 即是尊重女士 我一直在想去到一個什麼情況 我會開聲說我們分手 我想真的要去到一些很extreme的情況 即已經我兜後兜面看著你 可能拖著了第二個 那些時候 沒得解釋 沒得解釋 就唯有這樣說 唯有這樣說 如果大家純粹是 關係裡面有些事情 卡住相處不來 我可能會選擇有沒有方法去處理 然後如果還沒太好處理 會不會是現在還沒工作時間 會不會是現在還沒工作時間 會比較好處理 所以我就會有很多層 很多層的東西搭上去 就會使得我 其實我不會選擇去分手 那你以前有多少段關係 是你去提出的呢 零 真的嗎 我突然就馬上去 很難忍啊 為什麼會進入做DJ這個行業呢 就是為什麼 有什麼初心令你要開始呢 我會覺得如果你說的話 或者做一些事情 是會影響到人呢 這個是我會覺得挺開心的 即是想有影響力對於別人 是 是 我覺得這個是無論多與少也好 是 你現在做DJ是有這個 也會 或者有時拍片也會 是的 你呢 你為什麼會選擇做歌手呢 我真的喜歡唱歌 從小時候開始 從小時候開始 我很喜歡拿麥克風唱歌 我是從小時候 六、七歲 不記得 還未上幼稚園 即是三、四歲 就開始 家中有個Hifi的小機 然後有個麥克風唱歌 那我就 家姐一播歌 我就在這裏唱 就發現自己是喜歡唱歌 OK 去到大的時候 自己在家裏錄歌 是 有在學的 有在學的 一直都有學唱歌 其實算很好 是 自小有這個興趣 然後有機會去學 然後還做到歌手 有自己歌 但中間有很多波子 就是進入歌手行業之前 都做過很多事情 在真正叫做 成為一個歌手 那一刻 有沒有擔心過 自己已經是 比很多人做新人 的時候長大呢 是會的 真正入行 是29歲 是一邊29歲 動不簽約做歌手 那邊是你見到現在 剛剛出道的參加比賽 那些14、5歲 一倍的年紀 或者是你公司擔心的 我想如果他很擔心 都未必會簽的 對 他都沒有擔心簽你 你記著什麼 對 沒錯 不如時近母親節 問家人的事情 你跟家人的關係是怎樣 其實一直以來 一直以來 都不是一些 好像外國人的家 那麼密集 我想很多人都是 因為你知道 華人社會 真的不太喜歡表達自己 對 我想身邊香港 很多家庭都是這樣 對 很正常 對 如果你有間房間 你一定會躲在一間房間 吃飯 各自飯飯 按手機 對 所以一直以來 如果跟家人住的時候 大概都是這些 家人的狀態 但是反而去到我搬出來住之後 我就覺得 跟家人的關係會好很多 因為你少見了 你少見了 除了你沒有那麼多時間陪伴他們之外 你們中間的關係好了的原因 是因為沒有那麼多磨擦 因為人的一生都有很多不同的 例如生活上 很多事情會不如意 例如你做事 你有些不開心 你一回去就是家人去吃 是 所以如果沒有那麼多機會去 可能一起住的話 那你就會變了 你們的… 怎樣說 你的關係會因為少了建言 會變好 因為我也是剛剛今年才搬出來住 搬出來住 你有沒有覺得變好 可能平時大家共處一室的時候 你未必會有那種很大的掛著對方 但是現在真的會變多了 減少磨擦的情況下 又變多了一些 I miss you 那些東西 對… 所以我覺得是可以的 我現在也是會多了 跟家人分享我正在做的事 我以前可能做護士 或者我自己兼職去唱歌 我完全不… 很少會跟家人分享 去到現在這一刻 真的會自己做些甚麼都會跟家人說 他們怎麼看的 OK的嗎 OK的 而且他們是… 我一出片 他們是第一個我看的 很好啊 我又想問問你 你現在出來跟女朋友住 你會不會覺得磨擦多了 我跟他個性都不是那種療膠癌的人 所以暫時都… 都是不可以的 那那些家務是分擔的嗎 分擔吧 早死一個 真是說死他嗎 不是 這個男生真的好啊 儘量分擔吧 絕世好男人 唉… 謝謝… 下次可以入家 好啊 OK 你過來探探我的植物吧 我們… 剪了之後再談吧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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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